当时这名女店长一早来到童装店 不是先忙开店 竟然是先忙着投包 他那个发型工作室的外面 刚好就是童装店 它是同一家店面 他只开了一盏灯 在柜台边摸来摸去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手上多了一个手提包 拿了就往店外走 但这个手提包不是他的 是旁边洗头女客人的 借那个童装店的监视去查看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这个切闲 原来是该名的店长 而且投包之后 女店长还往旁边的法郎区 探了再探 确定没人发现才手脚加快离开 等到洗完头的女客人 要付钱的时候 包包不见了 总共损失六七万块 现金大概两万多 里面还有一些 另外有一些价值的东西 女客人急患了 因为她失去的是一个名牌包 包包里的皮夹也是名牌 而且里头还有一万五的现金 是要给孩子缴学费 她拜托童装店的女店长 帮忙掉监视器抓贼 离谱的是 女店长以为监视器拍不到 竟然还爽快答应 需要单独照顾小孩 她一直起了贪恋 才会动手心切 忙了一大圈才发现 透明牌包的就是女店长 偷包的过程 被自家的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根本赖也赖不掉 杰晨思源台中报道